最新爆料指出,骁龙8 Gen3将会进一步提升 其Cortex-X4的时钟频率已经曝光 预计将比Cortex-X3有不小的提升 高通在骁龙8 Gen2上采用了不同的CPU集群设计 性能飞跃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将性能核心增加到了4个 同时将效率核心减少到了3个 据分析是Accode透露 骁龙8 Gen3将沿用这种配置 但Cortex-X4预计将以3.70GHz运行 比骁龙8 Gen2上Cortex-X3的3.20GHz频率提高了15% 至少在纸面上,三星Galaxy版的骁龙8 Gen3能够击败苹果A17仿生芯片 然而,苹果A17仿生处理器在效率方面仍占据优势 因为苹果已获得了台积电3nm工艺的所有初始产能 以此获得能耗比优势 第一代3nm工艺相较于基于5nm工艺的N4工艺 能够提高35%的功耗效率 由此可知,高通将会继续使用4nm工艺 大概率为第二代4nm工艺 这也是用于生产骁龙8 Gen2的工艺 有消息称,高通和三星将为三星Galaxy S24定制骁龙8 Gen3 这表明高通将继续与三星合作 以提高其芯片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 分析师们认为,高通即将推出的旗舰SoC可能会拿下智能手机SoC中最高的单核显 主动回ixo 主动回ixo 主动回 outlet